艺人NONO 陳軒玉 捲入了MeToo風暴 整起案件進入了調查程序 台北檢署在今天 二度傳喚NONO出庭說明 經過了一個多小時的訓問 NONO獲請回 不過停訓期間 疑似是因為有被害人 指證她的私密處特徵 她一度被帶離偵察庭 到地檢署的溫馨談話室 由法醫協助勘驗 不過對此北檢沒有證實 僅表示做必要的調查 都是否認有盡曹性侵嗎 走出北檢被大批媒體包圍 面對記者連續追問 依舊是低頭不乏抑鬱 還是真的這個事情 您很委屈呢 臉色鐵青 沒吐出一句話 緩緩不出北檢上車離開 一人NONO 陳軒玉 捲入MeToo風波 遭多人提告指控性騷性侵 強制猥褻等罪 18號上午遭檢察官 二度傳喚釐清案情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訓問 依舊否認犯刑 而NONO還一度被帶進了 北檢溫馨談話室 待了約十分多鐘 疑似就是因為有被害人 指證她的私密處特徵 要由法醫協助勘察比對 釐清更多細節 而對此北檢沒有證實 僅表示做必要的調查 而提告的網紅小紅老師 則以一切交由司法 作出回應 NONO 兩次先生北檢都引發關注 8月2號首次遭檢警搜索約談時 還意外登上國外部落客頻道 當時移民到台灣旅遊的波蘭 及部落客看到北檢前 媒體大陣仗也跟著守了 5小時全紀錄 把信騷案件PO網 這讓NONO的MeToo醜聞傳到國外 NONO第一次訓問50萬元交保 第二次獲請回 而整起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更多細節還有待調查釐清 接著綜合報導